一講講香港車位的時候 因為我們太了解香港車位 所以我們的氛圍來講 當時我住將軍澳也是這樣說的 我向將軍澳大約是150萬個車位 我都不買 我寧願是租3,000至4,000元的車位 當時來講 為何我不買將軍澳車位 但是當時我有選擇 我有選擇可以用150萬去買 大約是15個 當時我15萬回來 15個上水車位 而每個車位產生的租值 現在是說1,300至1,700元 你想想我產生的租值 現在如果我拿著10個的話 起碼收租1萬7,000元 我交我現在3,000多元的租金 它不會救我快 即是說就算將軍澳的車位升的話 其實我上水的車位都會升的 爭取你的資金的組合是怎樣的 我經常講 如果你在投資角度一想的話 你的資金就有成本的 就不是說是你自用 一致用來講 其實等於我們買一件東西 其實沒有想投資的方面 我等於買完之後 我和單位一起賣 我不看資金門報了 看那些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一說投資的話 你就要將那塊錢 在相同時間裏面產生最大的效益 很簡單 我當時15年的15萬一個車位 如果我用150萬 我可以買10個這個 就算我18年的時候 最高峰是有80萬 即是說會員斯這裡是800萬的價值 150萬變成800萬了 所以來講資產升了 還有產生的租金 就算現在可能回落了 可能50萬一個 我起碼有500萬 500萬我用150萬去賣 即是資產升值了350萬 但是如果你拿相同的金額 在將軍澳 你永遠都是自己賣自己自用的車位的話 你永遠都是感覺是車位是你的 那現在還有沒有那些 剛才你所說的 現在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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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將我們的資金 我們資金有限的 那可能現在150萬 如果我們在香港這個這樣的市場裏面 要找150萬我投資又夠加回報的話 或者是未來的出路更加好的話 那我反而現在這分鐘 可以追蹤一些叫做小銀馬的鋪位 那因為鋪位來講 這幾年來講的鋪位 它都差不多10年沒有什麼升幅 但是那些民生的鋪裏面 都是在百多萬做四厘 那如果四厘這些是真租來的 那如果市場好一些的話 那個租金又會升回的 那如果升一升的話 那個百多萬就突然間又會變成200萬的了 那所以那個爆升點呢 反而近來我多了一些朋友 不是看車位了 反而是看鋪位 那鋪位的潛力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講的 2012年的時候 你進鋪位呢 你是追貨的 追貨就是貴的 市場很高 那現在這分鐘 你進鋪位市場 其實那個鋪位市場很穩妥 其實也都是講的 是有一些民生的 我們現在可能轉型了 做一些互聯網的生意 或者做一些人的生意 或者是做一些服務性行業 其實是沒有人取代的 而民生距離業 其實來說是必要的 很簡單 前一陣子沒有剪頭髮 每個人是不是很困擾 原來剪頭髮是在網上搞不到的 原來一定要出街剪的 這些就是我們叫民生的 這些套位就好 如果你說有齊三寶 有齊三雙電 有齊水位 有齊五幾 商場也有的 不是有的 一個商場裡面可能幾兩間有 你十間位二十間都不會有 是嗎 不會有的 所以商場有水位 其實不是每一間都有 或者整個商場都沒有水位 水位是難一點的 對 煤氣位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朋友 都講的是二百多四百萬 都有這些漂亮的店 我們就跟朋友去 我們講的資產配置 對不對 也都有四厘回報 有些去到高一點的 因為別人的走貨又高一點的 這些投資價值買了回來的 其實我們覺得是 性價比較高的 好過那些車位 別人幫你標高去 跟著就 你等可能真的市場 也會升得到的 所以情況 但是有部份車位來講 我覺得除了在將軍澳 已經升到頂 或者你自己自用的話 就是不計較投資回報 其實我們覺得另外的 另外就是什麼呢 另外就是可能 在這個上水區的 近來我都做了一些 我們叫做上水粉嶺的區分 其實那個車位都去到 大約是一百六十幾萬的 但是一賣光之後呢 其實在市場上又找不回 因為全部大業主持住放的 這些就可以是 我們叫做有增值 還有有空間 還有有升幅的地方 我們就考慮車位了 但是如果你說一百六十幾萬 會不會變成三百萬四百萬 就很難了 就是按個百分比要升 好像以前我用三年升六倍 或者要多少是很難的 沒有可能的了 那麼車位來講 我們都講的是 大約是十個巴仙 左右的升幅 或者是二十個巴仙的升幅 跑贏我們叫做通脹 所以來講 如果是小銀碼呢 我都覺得朋友呢 現在可以考慮一些 新銀碼的鋪位